台胞李先生长期在厦门工作生活 在了解到夏大附属祥安医院 台胞医疗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后 他便立即与医院全科医生 签署了家庭医生服务协议书 李先生说 以往台胞在大陆发生不可预期的紧急伤病 可以根据病例、诊断证明、发票等 回台湾进行健保和退 但是由于手续繁琐 需要来回奔波 就医报销 成为困扰不少台胞的难题 很多医生我们也不熟悉 所以常常要听人家讲 或者是听人家介绍 一下子换这个 一下子换那个医生 那就真的挺麻烦的 那现在有这个家庭医生的话 那就更加的辩解 他们帮我们建立健康档案 后面他们会持续跟我们跟踪 然后同时呢 他们也可以协助我们在医疗报销 为了更加精准的服务和保障 往来大陆及定居大陆台胞 的健康 下大附属祥安医院积极发挥 医疗保障桥头保作用 设立一站式台胞医疗服务中心 为台胞及其家庭成员建立健康档案 实施动态管理 同时提供全程陪诊 专属预约诊疗 健保对接 专家对接等医疗服务 除了为在下台胞提供便捷贴心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台胞医疗服务中心还为台胞青年医生 大学医学教师及医学生设置研学与实训交流平台 我们将借助医院的优势 推动两岸医学深度合作 共同探索一些前沿 借助国家临床教学示范中心的师资力量 开展医疗教育培训 开展联合研究 协数交流